半赤风亡点 把眼睛一瞪 桌子就拍 啪 勃然大怒 发传 住口 你收回你这套去吧 我正想找你算账 还找不着你呢 你居然在我的面前 敢提这种无理的要求 徐良是个什么人 你很清楚 他能跟一般的老百姓相比吗 要是一般的人 死了死了 一死就了 慢说要人头 要尸体也现成 唯独这个徐良里外 陆林人提起他来 都恨得牙长四指 他即使是死了 都死有余辜 我实话告诉你 我们要他这个脑袋 没别的用 我要在别云峰 狼牙剑 召开一个人头大会 撒请帖 传请鉴 把五宗十三派 八十一门的高人 我都请来 是否跟徐良有仇的人 我是一个都不浪 大伙要祝贺三天 每人给他的脑袋上砍他一刀 拉几块肉来 这才能去我们的心头之恨 你还跑到这要脑袋来了 方叔爱 你真是神魂颠倒 恬不知耻 我可告诉你 五王点是交朋友的人 最注意一气二字 当年念你救过我的性命 开创此山不易 我这才接待你 我也不伤你 你马上给我下山 往后咱们一刀两断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往后你要再来 可讲不了说不起 我要你这条性命 爱虎一听 脑筋就蹦起来 身子一动 身下的这个椅子 嘎吱一响 方叔安赶紧用手 把他摁住了 心说我爹 你不要发火 你得听我的 在这地方发火 没用 爱虎明白了就没动 方叔安一点都不着急 听王点把这套词说完了 方叔安乐了 大哥 干嘛那么大火 不错 当初我为这座山出过力 咱们哥俩一个头也磕到地下 我对你却有救命之恩 不过那是过去的事 我不希望你报答我 您呢 往后也别提那个事 就知道那段历史 没有 咱还说现在的事 那么刚才我说 让你把徐良的脑袋给了我 我认为没什么不好 别看你无情 我姓方的不能无意 我劝大哥 千万别开这人头会 对你没好处 我问问你 你要开这人头大会 兴师动众 把那些人全拘到你的山上来 当然了 从表面上看 你半只封王点是个光棍 人们赞成你有能耐 但是 你看到另一方面没有 你可惹了大祸呀 别看你当初 占据此山平安不适 官兵也没动力 倘若你真要开人头大会 我想官府就不能直直不理了 起码说我们开封府 能跟你玩吗 我们是要给徐良报仇的 到了那时候 恐怕你就坐不稳定了 大哥呀 你是个明白人 可不能干糊涂事 如果现在 您把徐良的人头给了我 我回去 给我干糊 出丧发病 我还可以在开封府众人的面前 解释解释你的为人 官府对你这个恨劲 还能小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徐良之死 并不是出自你手 是别人杀的 跟你没什么关系 跟你能把人头献出去 就说明你有回过的表现 再往下一步说 我可以料到这儿 开封府 肯定要捉拿 杀害徐良的凶手 您 您再把凶手望外 一线 从兄弟我这儿说 一定不打你的别云风 狼牙剑 你还当你的自在大王 何乐而不为呢 倘若不听我良言相劝 真开这人头会 你是不能自拔 混一只玩意啊 哥哥 这阵我劝你 你是忠言逆耳 你不定多恨我 可到那时候 你就知道 你兄弟是向着你的 我哥哥 望你三思 别说了 王点站起来 用手指着方说 大头鬼 你再要多说一句 我摘你的鸭 我王点的为人你清楚 做了不毁 毁了不做 我什么都不怕 既然我当了山代王 敢对抗朝廷 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你就收起你那份好心 来了 送客 什么叫送客 就是往外脸 方说一看王点 什么也听不进去 也有点挂道劲 他把大脑子一晃 也站起来了 姓王的 你别敬酒 不吃吃罚酒 今天咱把关面的事 抛到两边 我上这来 我是弟兄之情 我来看看你 你别这么野蛮对待我 既然话我已经说出来了 我还有个毛病 说出来的事 我就得办到 徐良的脑袋 你给 也得给 不给 你也得给 我是非烧着走 不可 一句话把王点气乐了 哈哈哈哈 方说 你跟我耍什么泥腿 你就忘了谁说了算了 那么我今天就不给 你能有什么办法 你不给就不行 不行你答应怎么办 怎么办 你不行 你是非给 我不可 你给不给 你说个痛快话 这不跟没什么一样吗 旁边就气坏了电光霞火玉贵 大哥 哪有功夫跟他废话 像这种人 他是开封府的爪牙 就是咱们弟兄的仇人 咱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 干脆你就把他撵出去就得了呗 正在这时候 白莲华 燕丰 站起来 燕丰 攻身 实力 大寨主 二寨主 我说两句话 放不得 嗯 此话怎讲 哎呀 二位寨主啊 我可不是理解你们弟兄之情啊 方才二寨主说的对 方书安现在不是陆林人 他是陆林的叛徒啊 如今给开封府当了走狗了 平山灭岛 专跟咱们陆林人为仇作对 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啊 怎么能把他放了呢 方书安刚才说的是瞎话 如果他要念弟兄之情 他一个人来了 再说深点 你也不能怪他 谁让你们哥俩过去不错呢 可这不是这么回事 你看看 他把爱胡给领来了 爱胡是什么人 是国家四品官 是徐良磕头的把兄弟 他把开封府的人领进爹云峰 分明是没安好心啊 而且爱胡连过三道山口 对我们山上的事情已经料之一二 将来回去 调兵攻打爹云峰 对咱们有什么好处 话又说回来 知道的大寨主二寨主念弟兄之情 把他缴下去了 不知道的 必然会怀疑大寨主 最怕开封府的人 来了还得接 走了还得送 岂不对民脸上无光啊 二位寨主 要以我的主意 赶紧传话 把他们俩拉到外面 消守示众 咱们一起祝贺人头会 你看怎么样 燕峰刚说完 紫面金刚王顺也站起来 二位寨主 方才燕寨主所说一点不假 你要讲这弟兄情面难却 我愿意当这贵子手 说着他探绑被苍郎一声 把假牌的大魂刀拽出来 群贼一看 一阵骚动 各个兄弟说着对不对 对对对 堕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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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说 不能让他们走了 把他们堕着他 把大厅的厅门就给堵了 艾虎一看 把医生甩掉 咱当把七宝刀就拽出来了 艾虎就要伸手 被方书安一把给拉住 老叔你先等等 着什么急呀 怕什么 他们叫攒鸡毛臭胆子 我这人有个毛病 我得把话说完了再说 你先坐会儿坐会儿 艾虎没办法 就坐下来 方书安晃着大脑袋 来到王点进前 大哥 行了 咱哥们的交情 我看呢 到此也就算结束了 但是话我还得讲明白 他一扭身 指着白莲花艳峰 艳峰啊 哎呀 你还跑这只嘴来呢 你没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们哥俩是人吧 你大哥艳飞白菊花 奸道邪音 无恶不作 你小的叫白莲花 损音丧德 更是顶风 臭着八百里 这是我方说 还没在膳上 我要在爹云峰 连门口都不让你进 因为你做的那事 情愿得 咱们陆林之中 良又不齐 有的为穷困所累 挺身走险 我认为情有可原 有的为了吃口饭 也在所难免 唯独他妈是你 你采花道柳 你竟干些什么事 谁家没有姐妹 谁家没有老少 你这组人还在人前多嘴 真将我可发一笑 你给我滚 闭住你臭嘴 这地方没你说话的地方 我方说 就是脑袋掉了 我是个人物 攀一拍 叮当山响 四面见线 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 你还跑这天牛家醋呢 哎 他然后又训王顺 哎王顺 你说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要是跟徐良有仇 你公开定个日子 你们俩当场比武 你把徐良大卸拔快 算徐良没能的 我说你这位倒挺好 明明不是徐良 硬装徐良 眼眉是黑的 你非染成白的 冒名顶屁 给你栽赃陷害 你算他妈什么东西 你真是不齿于 人类的高时顿呀 你跟谁都比不了 今天你跑这壁方来了 你就在狗洞里头 咪一会儿就得了 吃点残茶剩饭 狗咽残喘 对付着活着 你这就应该满意 你瞧瞧 你还在众人面前 摇头晃膀 漂泊我们弟兄的感情 我说你 你也太不要脸了 干脆把那脸皮片起来 得方爷做双靴子穿得了 你看方叔安眉鼻子 说话可够损的 这一套话 把这俩贼损的 面红耳赤 尴尬的嘴没词 他们俩不说话了 飞剑仙诛亮 说了话 二位债主 老朽插两句 看见没看见 这个方叔安吃里怕外 我早就发现他不是东西 在阎王寨之时 他就管徐良叫干老 那时候 他就暗地之中给开封府卖命 要没有他 阎王寨不至于失败 要没有他 徐良也活不到今天 这方叔安就是罪魁祸首啊 我看他的所作所为 比徐良有过而无不及 这是陆林之中的个败类 债主你怎么跟他能讲交情 不如赶紧传话 把他乱刃 分尸得了 方叔安一停一转身 你呆着你呢 呆着你呢 兽星老是尿炕 你老没冲息 我徐良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别叫你剑客 你给剑客都丢人 你在阎王寨待不住了 找地方你一会儿就得了呗 又跑到这儿来了 攒鸡毛凑胆子 我一见你 我都替你害臊 我姓方的要婚成你呀 尿炮尿我也得淹死 你还跑这吃醉 我又把朱亮气的 脸也红了 班智峰王点一看不像话 你说这就把方叔安给放了 岂不引起公愤 啪 他又一拍桌子 来 把这两个人全给我拿下 偏富债主 喽喽兵就等着这句话 胡辣吵 往上无床 艾虎也挺明白 艾虎一想 我在这动物 白扯 这帮贼之中 拉出哪个人都比我强 我是白费劲了 刚打了半天 在这儿你抓住 不如不伸手 艾虎想到这儿 丑方说爱 你看怎么办 哪说 把刀上了 这样捆 我也不伸手 要跟他们伸手 显得咱爷俩栽了 其实方叔安呢 更奸 准之他伸手也没好 把小片刀 堂上也扔地下来 楼子冰望上 一床把他俩给捆上 刚捆上 方叔安就挣扎着 哎 大哥大哥 我再说两句行不 有话说吧 快说 哎哎 好了 我你真行啊 刚才还张嘴 救命之恩 闭嘴 我还对山上有好处 对待恩人就这样 行了 我扶你了 我这么办行不行 你要把我们俩压在这儿 你可不算人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丈夫受杀不受辱 我们自欺诉死了 不求活着 这乃是开封府官人的本色 皱着眉头 不算英雄好汉 哎 根本来个痛快 行不行 可以 我成全你 哎 谢谢 这是同样啊 第二样 我说大哥 把我们杀了不要紧 你可小心这后果 必定有人给我们报仇血恨 我还把个底交给你 没有三把身杀 不敢倒反西齐 我们魏族来的时候 充分估计到这种情况 知道你们翻脸无情 但是也做了充分准备 你知道我们都请了谁了吗 哦 网点一听 这是主要的 哦 你们都请谁了 嘿嘿 名人不做暗示 我告诉你 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 来几个人 白云建个夏侯人 一字峨眉马凤姑 寒江姑燕夏云凤 白云的神童小剑 白老白妻子 已经来了 守住迭云峰的东庙 你还知谁来了吗 冰山北极岛 风上人雪珠连领着 八大弟子也来了 千坤五老 辽东六老 中山五老 云南三老 我们全请到了 这些人要把山峰给包围住 还有你的好处吗 大哥呀 你尽早做点准备 你得请那些高人能对付得了的 要对付不了的话 你后果是不堪设想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我谢谢你 倘若是真的 我就做充分准备 话说完没 说完了 吞死 哎呀 胡一听 他把都废话 谁说发出完 你这人说说就下道了 你说这玩意有什么用 还要求快点死 咱们要死了 怎么给我三个报仇啊 哎呀 我算倒了八倍五的血没了 还不如我自己探山呢 跟你来这一趟 我 哎呀 这后悔就去甭提了 爱护是摇头叹息 可是刚走到平门这 方方安又不走了 转回身来 我大哥 我还有两句话没说呢 王点知道他是个蘑菇头 方方安 还有什么话 我说你真恶呢 也就忍心把我杀了吗 过去我救你可不容易啊 煎汤熬药 端食端尿 伺候你两个多月 才把你救活了 你就这么对待人 我脑袋掉了不费劲 早晚你一闭上眼睛 你不怕我的冤魂把你掐死啊 哎 人们讲究起来 你是忘恩福意之辈 谁还敢教你 我真格的你就下死手吗 王点脸也一呼 放出来 你废团 刚才我说过 你是我的恩人 我并没不承认这一点 这是你自己找死 与我有什么关系 废话 人都想活着 谁想找死呢 没那么一个 那是叫你逼的 我没办法才这么说 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 徐良的脑袋 你到底给不 不给 不给 这事定下了 咱别沸吐沫呢 我说你把我放的怎么样 我回去可不没别的 我搬兵去 回来揍你 你敢不敢 你要是个光棍 你把我放的 你要是胆小 你公开承认一句 我二话不说 怎么样 方说安 方才我讲过 做了我就不怕 怕了我不做 你们爱谁来谁来 我无所畏惧 不就是放你回去搬兵吧 你随便 现在我就放你 哎 这才叫好汉 好了解开吧 那王点拿他真没有办法 也琢磨 干脆我放他这一回 上这往后 他老翻小茬 说出这玩意 叫人心力 因此王点做出决定 把方专案给放 哎呦 紫面金刚 王顺一看不好 打扎着我 他这 使不得 放虎归山 必要伤人 他到任何时候 也得跟您围仇作对 您何必以夫人之心 非把他放了不可 嗯 本寨话一出口 不能更改 就把他放了 他也翻不起多大的瘋了 方专案活动活动筋骨 王大哥 我们来可是一顿啊 你这玩意把我一个人放了 我老叔怎么办 高个手吧 把我们俩一块放了 回去我们一人俩一块搬兵 回来再打你 你看 说的这玩意真公开 王点一乐 方专案 这事可对不起 这不能有你了 这是自找 爱胡得留在我们山上 我再告诉你 过两天 我们就开人头大会 在开会的那天 把爱胡乱认分尸 你走吧 来啊 我们给上兵认 方专案怎么讲也讲不通了 大脑他暗自后悔 心说不如我自己来了 可爱胡非要来不可 那怎么办呢 他把小刀背上 把包包围围好了 来到爱胡进前 老冯啊 你你先受点委屈 我去去就回来 一定想法救您出湖口 您宁可别着急 也别怪我啊 爱胡一听 后悔不爹啊 但是事到现在 有什么办法呢 小意识点了点头 说安 你只管班兵 不要以我为牵挂 好样的 大哥我可走了啊 我把我老叔爱胡 交给你了 方才你说的清楚 开人头大会的时候 你才下手 以前你不能吧 我说你暗地之中 要对我老叔不利 你可不是人 我方说安可骂你八辈祖宗 你说话不算数啊 我现在就走 今天晚上我就回来 救我老叔 你就等着吧 王连冷笑一声 好 我等着你 方说安 咱们晚上见吧 晚上见 我非回来不可 我不回来 我不是人 他连长着再喊 将人给推出来了 爱胡就被压在 跌云峰上 等方说安离开 跌云峰 下了山了 脑袋他也凉回来 回头看看空无一人 方说安也杀眼了 哎呀 这怎么办 我大话可扔出去了 说的乌丢乌丢的 晚上我还回来 我要不回来 对不住 我老叔的命就没了 我回来我也不行了 可掐手指他一算 现在电房里头 就是白云生 韩天锦 卢针 龙天彪 加上我五个人 再加上我干娘 才六个人 就凭我们几个人 打跌云峰 不笑话一样 哎呀 怎么那帮高人 还不来呢 可方说安又想 开封府那些高人 也不定数啊 就那紫面金刚 王顺一个人 谁对付得了 何况还有飞舰 闲珠亮 三十臣团 臣东坡呀 这这这这这 这怎么办 高人是有的是 但是原水不解尽可呀 这这这可急死我也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方说安低了这脑袋 一边走一边想心事 这脑袋里飞快旋转 想一个方案又推翻 想一个方案 脚着又不妥 他光顾走了 把道走错了 走着走着 他讲着不对劲 方说安平身站住 翻着小母国眼看看 咦 我他妈这是哪 奎花囊子没了 就见大山相连 古木狼林 怪石横生 他便便方向 哎对了 这不走着 爹云坊 后山来了 我他妈这么糊涂了 还得往回走 想着这他转身 刚想往回楼 就听山坡上 有人喊 要呦 那个人你快躲一躲 别把你伤着 快躲一躲 借着山谷都应回音 把方说安吓得一哆嗦 心里喊谁呢 喊我呢 老方揉揉眼睛 定睛观瞧 不愁便吗 你从我的娘 给咬了我这条老命 好 您拥有点 汇 travelling 我们开始 于往下 尔子 都应该 不应该 我们开始 我们开始 应该 还是 我们开始